富邦仁壽 尤别 大专篮球联赛 乔光科大 交手国立体大 开局要来看到乔光新同学刘彦廷 进去积极抢分 这场个人进仗16分拔篮板 此外还有吴俊安半野板等高徒 替不出发大15分钟也有16分进仗 不过另一边的国体越绝飞 省有的灯 二年级生黄伟成 联手同样是大二的陈立生内外抢分 国立体大半场打完 未有40比37的小福领先 比赛来到下半场 跟刚才的胶着战况 有所不同 国体防守加压 乔光在这一节武力还手 单节只有11分进仗 反观国体由学长陈冠中挑了出来 这场比赛个人砍下20分 是全场最高 外加八篮板四助攻三超截 两火锅全能伸手 国体在这一节一波34比11的猛攻 直接将比赛定调 最终比数95比68 国体大笑纳三连胜 而乔光则苦吞4.8 不同于刚才那场一面倒 辅人大学教手专制大学的比赛 相当胶着 力竹腐大 气势如虹 将军先来个快攻上篮 稳稳得分 之后掌握进攻篮板 不篮放进又是两分 守抵可待 上半场他个人进仗了15分 不过另一头 卫冕军政大除了主力球员尤爱哲 在禁区抢分之外 还有大一新生 松型号在外界发射 产生好过 个人在前两节三分球 三投三中进展几分 半场打完 正大四十二比四十一 扫一千 一篮之后 战况还是一样难分 南蛇 附带有将军十八分 五助攻 另边正大则有 刘爱哲 十九分六助攻 五篮板 果然支援 三级打完 两队还是只有一分差距 不过来到决胜节 卫冕军 还有外籍生 莫巴耶 在进去展现 宅致力 先来个精彩的 飞升扣篮 之后大手上个火锅 捍卫自驾进去 此外最大惊喜是他 大一菜鸟 耸型号 全场投进 刺激外线 绞出成队最高的二十分 总赢好手拉出一波 十二比四的小高潮 索得胜利 中场震大 一八输比七十一 手下胜利 宅致台总部高导